主要去三个地方A 珊瑚花园B 鲨鱼和魔鬼鱼C 海洋水族管我 什么的活动是取消的 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但是大家都说很好玩 推荐2 水上摩托艇加四驱车上山加血腥马力 午餐个人觉得这个组合很完美 摩托艇很好玩 会绕泄湖一周 如果天气好真的是极美的 就早餐 两家酒店的早餐都不多 跟天朝没法比 瑞吉会照顾一下亚洲人的口味 会有一些粥和点心烧卖炒饭粉丝什么的 泰拉索的早餐简直是个地扎斯特 每天我都是鸡肠碌碌的去 然后吃两口就不想吃了 东西比较少 7.喂鱼活动 瑞吉每天早上10点会在浮浅小湖喂鱼 真是茫茫多 11点会去另外一个区域 去喂他们饲养的两只鲨鱼 十步相瞒这两个老铁懒得很 经常找不到影子 这次大西地之行 我们全部待在Boribora 简单分享一些照片和旅途中的感受 马蜂窝第一篇邮寄 照片大多是微微调整 这样让大家感受更真实的大西地 美图分享出见Boribora 洲际泰拉索 泰拉索 浮浅小湖 鹰瑶大军 瑞吉法 餐厅 罗托鲁瓦 香槟湖 夏尔续言 我们决定去北岛 顺便去大西地住玩一下 1.酒店分梯队 对价格参考 Booking四季瑞吉 洲际泰拉索 康莱德 艾美索菲特 斯岛 洲际 莫阿娜索菲特 主导酒店 其他主导小酒店 有些评分还不错 价格也比较便宜 2.酒店的优势四季瑞吉 从酒店的软硬件设施 位置和景观都不错 比较均衡 洲际泰拉索 无敌山景 个人觉得强于瑞吉和四季 美海龟收养中心 如果喜欢海龟康莱德 个人觉得海景最好的 一家酒店门口 还有一只鹰瑶大军 索菲特斯岛 珊瑚花园就在门口 福钱方便 不过看在地理位置这么优越的份上 算了 都能接受逛逛酒店 泰拉索泳池 泰拉索的山景 泰拉索的SPA管沙滩餐 听泰拉索的愿望 树泰拉索的码头 泰拉索的行程 基本已经接近尾声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要换到瑞吉去住了 瑞吉的船如期到达 如下图 第一印象比较豪华 大沙发没毛病 下午基本在酒店的 泄湖和福钱湖里面玩 泰拉索的福钱湖水 还是比较清澈的 如果今天的活动取消 是不是可以改到明天 Eazit Happy说明天也满了 于是我们当今立断 去了酒店的活动中心 把所有的活动都翻了个遍 只剩下最后一个大团 和私人包船的活动 我们先把大团的定上了 然后看天气决定C 如果大团 还是由于天气原因取消 我们就私人包一条船 离开的那天上午出去 然后中午回来洗澡后 直接去机场 新西兰总体天气不好 雨天较多 而且影响了我们汤加里罗的活动 大西地天气还可以 但是鲨鱼活动因为小台风取消了 比较可惜 总体而言 大西地是个很美的地方 值得一去 给大家分享一些攻略信息 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煎tuna 寿司米饭不行 冰凉 煮菜 扇贝和牛肉 冰激凌 香草的一定要点 瑞吉初体验 瑞吉的服务总体好于泰拉索不少 泰拉索中国人很少 瑞吉国人很多 第12天 瑞吉第二天 今天算是瑞吉酒店和福钱湖的一日 有件追悔莫及的事情 与今天有关 我们原计划是定了 今天有看鲨鱼和魔鬼鱼的活动 活动都定好了 但是Easy to Hate中途 问我们的鲨鱼魔鬼鱼的活动 能不能调整 到明天我们同意了 这么一同意 直接导致我们此行的鲨鱼活动 到最后也没能成行